赵飞燕有一生理缺陷,让她被世人所诟病,但汉成帝却特别喜欢。 说起环飞燕寿这个成语,大家都知道,其中环飞二字是指杨贵妃,她虽体态较胖,但却肥美圆润,而燕寿就是指汉成帝刘傲的皇后赵飞燕,她也是女性骨感美的代表,因其体态轻盈,身轻如燕,还能在人的掌心中跳舞,顾得名飞燕。 而且赵飞燕被历史评为千古低档妇,她的私生活糜烂非常,得势后开始淫乱后宫,圈养男宠,估计潘金莲在她面前都是小巫见大巫。 但赵飞燕的身体却有一种生理缺陷,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缺陷,才使得汉成帝对她着迷至深,宠爱有加,可谓及万千宠爱于一身,甚至不惜为她荒废朝政。 那么,赵飞燕的身体究竟有何缺陷,为何这一缺陷又让她如此受宠,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赵飞燕,西汉第十二皇帝汉成帝刘傲的第二任皇后,她也是一位因为美貌而成为淫惑皇帝的最具代表性人物,赵飞燕原名赵一主,她的母亲姑苏郡主是汉景帝的孙子,江都王刘建的女儿。 她也应该算拥有着皇家的血脉,姑苏郡主成年后嫁给了江都王的孙女婿,江都中尉赵曼,但是遗憾的是,赵曼的身体有毛病,无法生育,刚开始时,夫妻二人的感情还算可以,也能做到相敬如宾。 后来,赵曼家里请了一个乐师叫冯万金,和赵曼夫妻二人关系很好,渐渐的,他们平静的生活开始泛起了波澜,由于姑苏郡主也喜欢音律,便常和冯万金在一起讨论乐曲, 都说男女之间没有友谊,只有爱情,就这样,两个人接触的时间长了,欲久生情,开始频频的眉目传情。 按送秋波,也许是姑苏郡主的情感压抑太久,也许是他无法把控自己,就和冯万金发生了私情,并怀了孕,但这件丑事,坚决不能让赵曼知道,于是姑苏郡主就找了个借口,躲回娘家保胎去了,十月怀胎,一朝分娩,过了十个月后,姑苏郡主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, 《巨史书》《汉书》《外妻传》记载,出生时,父母不举,三日不死,乃收养之,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 当这对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,父亲冯万金和母亲姑苏郡主,既不敢把他们放在娘家养, 也不敢带回赵曼家,于是二人一狠心,就把他们扔到了荒郊野外,都说母女怜心,女儿可是母亲的心头肉,过了三天,姑苏郡主感到很是愧疚,在良心的谴责下,就跑去看看姐妹俩怎样了,但令人奇怪的是,当她跑到野外, 发现两个女孩并没有成为野兽的口中之餐,还在顽强地活着,就连忙把他们俩抱回家来, 也正是因为赵飞燕在荒郊野外的这三天里,既寒交迫,也让她在生理上落下了无法医治的病根, 后来,她的身体出现了发育迟缓和体弱多病等各种症状,她的体重和身高都比同龄的孩子相差很多, 据实书记载,赵飞燕体态轻盈,身材矮小,甚至到了软弱无骨的程度, 姑苏郡主心疼两个女儿,便把她们都送到了亲生父亲冯万金的家里, 冯万金给大女儿起名叫冯遗嘱,小女儿叫做冯和德,时光如梭, 几年时间过去了,都说女大事八变,渐渐地赵飞燕姐妹俩长大了一些,也变得越来越好看了, 可惜好景不长,没过多久,冯万金就得病死去了, 赵飞燕姐妹俩因无人照管,缺一小时便开始四处流浪,靠乞讨为生, 有一天,当姐妹俩正在乞讨时,偶遇汉原帝女儿杨厄公主的管家赵琳, 赵琳看到她们姐妹二人十分可怜,就收养了她们,并给她们改了名字, 姐姐叫赵飞燕,妹妹叫赵和德,赵琳请求杨厄公主让她的两个养女来府上学习跳舞, 公主欣然同意,由于赵飞燕在习练舞蹈的过程中身体协调性较好, 四肢柔软曼妙,深受老师的喜爱,也得到了杨厄公主的赏识, 而赵飞燕确实也很有跳舞的天分,她那轻盈的身姿宛如一只空中飞舞的小燕子, 于是便有了飞燕之名,汉成帝刘傲,西汉第十二皇帝, 当她还是太子的时候,就开始沉沦于九色, 当她二十岁登基以后,更加是自甘堕落,整日荒于九色,不理朝政, 导致大权几乎全部为太后王室一族掌控,公元前十八年的一天, 汉成帝在宫里感觉无聊烦闷, 于是便来到姐姐杨厄公主家里散心, 汉成帝已经当了十多年的皇帝,后宫虽然家里万千, 美女如云,但却一直没为她留下一儿伴女, 朋友们,其实在古代封建王朝中,公主府就是皇帝专用的皇家祭院, 汉成帝来此的目的就是寻美女开心, 杨厄公主为了讨好哥哥汉成帝便大摆宴席, 江府中的舞鸡全都叫了出来为她跳舞助兴, 当然了,在这些舞鸡中自然也包括赵飞燕, 据传,这赵飞燕还有一种祖传的特异功能, 就是她擅长行器之术走死路来尤为撩人, 仿佛就如天生的猫布,又如风百扬柳,万种风情, 尤其在暑酒寒天时节, 她能施展行器之术,使得通体热浪逼人, 即使身着单一,就是站在室外也丝毫不觉得寒冷, 赵飞燕也知道这是一个展示自己的好机会, 于是便使尽平生绝学,拼命地卖弄自己的舞姿和美色, 果不其然,当汉成帝看到娇小可爱的赵飞燕那勾魂夺魄的魅眼, 曼妙婀娜的舞姿和飘飘欲仙的腰身, 使得好色的她,顿时就为之倾倒, 刘傲看着眼前的赵飞燕忽然找到了一种初恋般的感觉, 当宴席结束后, 汉成帝立刻就向杨娥公主把赵飞燕讨要过来, 而赵飞燕更是深懂男人内心, 面对世皇帝的示爱, 她甚至使出了三十六记中的欲擒故纵之际, 赵飞燕以身体不适为由, 连续三天拒绝汉成帝成帝的肇姓, 但这也更加激起了汉成帝的征服欲, 让她对赵飞燕的渴望达到了极点, 终于到了第四天晚上, 当汉成帝又要宠幸赵飞燕的时候, 赵飞燕像个温顺的小猫咪似的乖乖地任凭汉成帝随意摆布, 从此之后, 汉成帝便整日整夜地沉迷于赵飞燕的美色之中, 再也离不开她, 甚至为了她荒废朝政, 朋友们, 不得不说赵飞燕勾引男人的魅功确实厉害, 不论从身体还是心理, 最后再到精神上都让您无法抗拒, 据史书记载, 汉成帝几乎夜夜临幸赵飞燕, 而这也令其他的嫔妃极为不满, 尽管万千嫔妃怨声在道, 但汉成帝依然出心不改, 坚持独宠赵飞燕一人, 最终, 赵飞燕一跃成为汉朝皇后, 独领六宫嘉丽, 一世间风光无限, 她的人生已然达到巅峰, 汉成帝又命工匠, 在皇宫太野池中建造了一艘华丽的玉船, 叫河宫舟, 眼光明媚的一天, 汉成帝带着赵飞燕一同承舟赏景, 只见飞燕身着子群, 嘴里哼着小曲, 归奉颂远, 翩翩起舞, 看着眼前清歌漫舞的赵飞燕, 汉成帝别提有多开心了, 又让侍郎冯无方在船头吹声助兴, 当和宫舟行至河中间的时候, 突然间狂风大作, 险些将身体轻盈的赵飞燕刮进河里, 汉成帝吓得惊呼一声, 快就爱飞, 逢无方见状连忙扔掉乐器, 拽住飞燕的两只脚, 不肯松手, 而飞燕则继续在风中歌舞, 从此之后, 宫中便流传开来飞燕能做掌上舞的千古佳话, 随后, 汉成帝为了防止在发生类似的事情, 便命人为赵飞燕专门量身打造一个水晶盘, 供他跳舞, 又制作一个气宝避风台, 为他避风, 护他周全, 可见宠爱之身, 此后, 宫中白女皆效仿赵飞燕, 结实减肥, 甚至还有些宫女妃嫔女, 险些被饿死, 赵飞燕逆袭皇后, 母一天下, 赵飞燕成为汉成帝最宠爱的妃子之后, 依然没有忘记与自己一起受苦受难的包妹赵和德, 他告诉汉成帝自己的妹妹赵和德长得比自己还要好看百倍, 而豪色的汉成帝听了后, 便下旨将赵和德也照进宫里, 此后, 便在这对姐妹花的诱惑下, 渐渐地迷失了自己, 赵和德生得是体态风雨, 疾似羊枝, 薄薄的双唇如玫瑰花瓣一样, 娇嫩欲滴, 回眸一笑百媚声, 其妩媚性感比赵飞燕更是撩人, 汉成帝把皇宫中最奢华的昭阳殿赐给赵和德, 又用蓝田玉妹赵和德雕制了一个大浴缸, 当这个浴缸装满水以后, 更显得水波荡漾, 波光闪闪, 从此以后, 赵氏姐妹便迷得汉成帝是神魂颠倒, 三个人整日里在后宫里颠乱倒缝, 银勒不止, 汉成帝更是一头栽倒, 进了温柔乡, 不思进取, 不理朝政, 不问国事, 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个昏君, 公元前十六年四月, 许皇后被赵飞燕姐妹俩诬告, 以皇后宫中行巫谷之术为由, 怂恿汉成帝废掉了他, 汉成帝为了改变赵飞燕家族卑微的身份, 先封赵飞燕的父亲赵林为承阳侯, 同年六月, 从此,赵飞燕姐妹二人开始在后宫肆意妄为, 只手遮天, 赵飞燕为生皇子, 淫乱后宫又过了一年, 赵飞燕和赵和德姐妹俩却都没有怀孕, 二人都十分着急, 赵飞燕虽成为异国之后, 但汉成帝对他的宠爱却大不如前, 似乎更宠爱妹妹赵和德一些, 赵飞燕便想用怀孕生子来夺回宠爱, 但他却无法怀孕, 因此决定借种生子来巩固自己在后宫的地位, 赵飞燕先是把目标锁定了身体健康又阳光帅气的仆役燕赤凤身上, 他把燕赤凤藏于内室, 一段时间后依然没有任何怀孕的迹象, 接下来又私通侍郎冯无方, 冯无方本就长相俊美, 貌似潘安, 自从有了上次的英雄救美事件之后, 赵飞燕便记住了这个帅哥小鲜肉, 二人常以切磋歌舞为借口, 在一起私婚, 如同干柴烈火般苟合到了一起, 但赵飞燕性欲十分旺盛, 逐渐的逢无方也无法满足于他了, 得不到满足的赵飞燕只好又勾搭上了侍郎庆安氏, 庆安氏乃贵族出身, 当年十五岁, 正是青春年少的好时候, 省得眉清目秀, 玉树临风, 真可谓偏偏偏美少年, 令赵飞燕非常爱慕, 赵飞燕就以学勤为由, 将庆安氏占为己有, 时常召其进入寝宫, 二人一起私婚, 结果还是不见怀孕, 接二连三的不孕不孕, 让赵飞燕也更加的疯狂, 据汉代《飞燕外传》记载, 赵飞燕日以数时, 无时休息, 有皮带者, 折带至, 意思就是说, 赵飞燕派出手下亲信, 到处收集年轻壮汉, 尤其是已生过男孩的年轻美男, 并将他们的信息编辑成册, 接下来赵飞燕又以岛神为名, 建造了一所房屋, 专供自己和这些美男淫乐, 每当汉城帝留宿在赵和德宫中时, 赵飞燕便让这些自己重义的美男装扮成女性, 用牛车运送进宫里一起通奸, 以此来增加受孕的几率, 据实际, 赵飞燕每天都要和十个以上的年轻男性一起通奸, 这可真的是耸人听闻, 百味写到这里, 也真替他担心, 他那若不禁风的身子骨, 能否经得起这么折腾吗? 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 很快赵飞燕的奸情就败露了。 有一次, 赵飞燕正和一个年轻帅哥在床上嬉戏的时候, 汉城帝突然闯了进来, 当汉城帝看到他那衣冠不整的样子, 勃然大怒, 但为了自己皇帝的面子, 只得拂袖离去, 而妹妹赵和德竟然劝慰姐姐赵飞燕, 以后一定要小心, 这是弄不好, 是要被砍头的, 而且赵和德还承诺, 会尽自己全力来, 最帮姐姐在汉城帝面前开拖的。 几天后, 赵和德见汉城帝心情不错, 便梨花带雨般地跪在他面前, 请求他原谅自己的姐姐, 而历令至婚的汉城帝居然忙口应允, 自己绝不会因此降罪于赵飞燕, 也更不会杀他, 赵飞燕的胜利缺陷, 竟成优势, 赵飞燕为何会拥有如此纤细的身姿和曼妙的武姿, 而备受汉城帝的宠爱呢? 原来就是因为赵飞燕有一种致命的胜利缺陷, 接下来百味就给朋友们讲讲是和缺陷, 汉城帝虽对赵飞燕的千般宠爱, 但也没换来他的身安体康,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体弱多病, 汉城帝对心爱的宠飞心疼不已, 便命御医赶紧为其检查, 这才得知, 原来赵飞燕之所以身体不好的原因, 就是因为他患有重度营养不良的胜利缺陷, 也正是由于赵飞燕幼年时被丢弃在野外的这一段经历, 导致自小就营养不良的他, 在长大之后身形纤细, 弱不禁风, 不仅如此, 赵飞燕的身体还柔弱无骨, 跳起舞来, 身轻如燕, 舞姿撩人, 这也是由于赵飞燕长期营养不良, 才导致身体发育不成熟, 同时, 赵飞燕还为了使得自己更加瘦弱, 并且美貌长存, 还常年服用吸鸡丸, 有的朋友问了, 什么是吸鸡丸呢? 吸鸡丸就是一种具有催情作用的美容药物, 由摄香、 鹿蓉和高黎身等多种名贵中药材, 碾成粉末炼制而成, 使用石铁与女性肚脐处, 在姐妹俩刚入宫的时候, 将独王刘健的宠妾李扬华, 将吸鸡丸的配方给了赵飞燕姐妹, 这种药丸使用后可使人鸡香甜蜜, 芙如宁芝, 青春不老, 下体饮食, 而这种丸药所散发出来的奇香, 却能强烈激起男人的性语, 自古以来, 万物都是利弊共存的, 吸鸡丸虽功效显著, 但若是长期使用, 却有着严重的副作用, 是要三分毒, 她的药毒会滞留在任, 毒二脉之内, 进而破坏子宫, 使女性绝经, 导致终生无法生育, 赵飞燕的悲惨结局, 自尽而亡, 公元前七年春, 当46岁的汉成帝, 由于贪恋美色, 那一刻时, 赵飞燕的悲惨结局, 也就随之而来, 堂堂大汉皇帝, 竟然死在了女人身上, 如此贪恋美色的皇帝, 也是当事一绝, 朝野顿觉哗然, 朋友们, 汉成帝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, 被女色掏空而淫亡的帝王, 而赵和德, 也是第一位, 用床帝功夫, 把皇帝搞死, 而轻始流明的嫔妃, 群臣认为, 赵飞燕姐妹, 就是红颜祸水, 于是整个朝堂, 被怕太后追责自己, 便自杀而亡, 当汉成帝去世之后, 赵飞燕也就失去了靠山, 再加上赵飞燕受宠时, 狂妄至极, 谁也不放在眼里, 因此, 后宫很多人看她不顺眼, 所以当赵飞燕一失宠, 很多人便落井下石, 公元前一年, 汉埃帝驾崩而逝, 之前被赵飞燕一直打压的太皇太后王氏一族, 重新得以掌权, 将赵飞燕废掉后卫, 贬为庶人, 去看护汉成帝的陵墓, 过惯了耀武扬威的日子的赵飞燕, 怎会感受如此屈辱呢? 第二天, 赵飞燕就用一尺白灵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